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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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唱就唱 而且你们的歌也是想唱就唱的 本身是一种解放 一种把自己的各种束缚都抛开 然后有一个道路 就是说通过选秀 选秀这样的一个方式 能够走到公众面前 这样的一种变化 在他们看来是中国一个很大的变化 现在你自己经过这样的一个变化以后 觉得自己在 是不是可以说是现在的 跟你年龄差不多当中一个 人家作为 把你作为一个代表 作为一个象征 其实我一直以来的看法 就是别人怎么看不要紧 所以其实别人在李宗盛这个词 这个名字前面加任何的定语 我觉得都没问题 但是我自己其实没有怎么看过 对 因为我觉得我不能代表任何人 我只能代表我自己 而且我不觉得我自己有这么大的能量 所以李宇春还是李宇春 我是这么看 但是李宇春在05年以后还是变了很多 05年以后就是会老了一点点 那肯定 我们都老了 成熟点 大大一点 会 觉得这个变得大吗 我觉得还好 就是在我现在的工作方面 有一些经验的积累 会让我变得成熟一些了 成熟一些 长大一些 对 因为刚才你讲的05年 那次选秀成功以后 应该成功了 成功以后有一段时候是晕了 对吧 不知道自己这么多的事情 这么多的采访 或者这么多的荣誉 也是这样 但是总会会有一点慢慢的心情过来 什么时候开始 我应该是我06年做唱片的时候 做唱片 第一张唱片 公司给我安排很多通告 我都不懂 我也不知道原来我可以拒绝 但是直到06年做唱片的时候 音乐是我最看重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安下心来 然后在北京这段时间好好做这样的唱片 但是当时的情况不是这样 当时情况是 我在接完很多通道的间隙 我休息的时间 我跑回来录一首歌 然后又走了 我就觉得这是无法容忍的 这已经触碰到我最底线了 第一件是什么 就是音乐 音乐 你要把音乐做好 对 然后所以那一次 其实是我第一次跟老板 就是去说不 我不可以讲 然后他同意了 他同意了 从那以后 我就知道 原来我可以拒绝的 原来可以说不的 所以我现在老是说不 从那个时候 你就就是开始 你说清醒了 应该怎么做 对 那时候你已经想到自己 下一步要做什么 没有 我其实没有 我对自己其实没有一个特别长远的规划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属于探心性的人 我会突然想到做一个什么东西 我就跑去做 但是我没有一个很长远的东西 探心一些 比如 比如 我之前做现在这张唱片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要写歌 但是这张唱片都是我自己写的 这我没有想过的 没想过 但是你觉得自己能写 我觉得自己不能写 那你怎么会突然开始写呢 因为收不到我要的歌 然后 你要什么歌 什么样的歌 我要 比如说我要想要的曲风 或者是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然后我跟写歌的人去聊 但是他们说好 然后跑去写 写了半个月 回来以后交给我 我说不是 然后他又跑回去写 然后这个时间耽误的太久了 而且最后都没有成功 我说那我自己写吧 我觉得我的看法就是说 我不管自己能不能写 起码它是我的作品 不管它是好 或者是垃圾也好 反正都是我作品 从06年 你那时候开始说不以后开始 大致上自己有没有一个发展的方向了 因为这个之前选操女之前 那就是完全另外一回事情 选操女之后 你成为歌手 大概这个方向明确了 然后成为怎么样的一个歌手 成为怎么样一个歌手 成为一个努力的歌手 努力的歌手 有没有一个 因为有很多人都会有一个 比如说像什么样的 有一个目标 或者是有一个模仿的形象 没有 从来没有 我有喜欢 我有自己喜欢的歌手 但是我不会去学它 我只会就是看到演唱会 我觉得它哪个地方好 但是我希望把它转化成我自己 但我不会 但我不会copy 我去拷贝它 我不会 但是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一个量级的 有没有想到过 没有 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目标 因为我很爱我自己的 我不想逼自己 一定要成为 我觉得自己快乐比较重要 但是你快乐为重要 但是这样只是为自己快乐 能不能成功呢 我没有想过 我没有想过这两个字 没想过成功两个字 而且我觉得在音乐这个上面 是无法衡量 怎么样才是成功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音乐本身 它还是你自己得开心 比如说自己做唱片 自己企划 做个唱片 然后做个MV 做个MV导演 做个演唱会 都挺高兴的 成为超级冠军的李宇春 他说他还是希望成为歌手 他最关心的还是音乐 他觉得他没有多大的改变 他还是李宇春 但是无论如何 选秀 操女 这样的一个环节 给了他新的空间 也使他实现自己梦想 有了新的资源 2005年10月2014日 李宇春签约彩和麦田 开始实现他做歌手的梦 凌桀超女时代积累的元气 李宇春的发展 意义翻得越 她的真理 会均匀在一起 往后与梦想 我的少年中国 以及她所经历的创作的 2014年最新的梦 李宇春 相当感觉 一切都在唱 李宇春就他的作战 中文字幕 因为他的世界中心 还觉得一切又生 像中国建国六十年 新中国这样的一个时刻 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你觉得现在 是你发展的一个好的环境吗 我觉得总体还不错 别的我就会觉得 可能在音乐这个圈子里面 还是会略显单一 因为我常常会看一些 比如说国外的一些演唱会 然后包括我前两天去韩国 参加亚洲音乐节了 我就会觉得 可能我们的音乐圈 还是略显单一 因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风格 各种各样的声音 而且她那个受众群 都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这样的人物 好像会比较少一点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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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